大家好我是洪潮 那今天呢是來分享 波曬盾在七八九裡面有多麼的可怕 那像這個陣容的話 這是之前黃戰的陣容 那爺爺一開始其實我覺得 他打的是還算不錯的 你看一開始打出諸葛亮 然後諸葛打甘寧其實 甘寧是有比較大的優勢 後來還可以暈 復活 好但 你看 這還沒有出現喔 可能要在後面一點比較有 這一場其實我一開始覺得 也打的還蠻順 結果你看這邊出現了齁 但有人齁之前有朋友問說齁 呃現在都沒有人在疊傷害齁 但是甘寧這些都會有一些傷害在齁 然後張寧120% 這個也有30% 並且都有一些護盾啊 減免的 好那破曬盾 直接一招 吸收了全部齁 他除了盾以外咧 他因為他可以吸收所有的爭議 所以把所有 120% 60% 30% 通通通都吸收起來 吸收起來以後 他就變成2230%齁 然後還有20%的減益 有些時候如果還有像 一些什麼高昂啊 那就更可怕了齁 結果 就在這邊齁 那因為波曬盾觸發的話 只要對方放到覺醒技 就有機會觸發齁 再打一招 直接就敗了 我們來再看一次齁 在這邊 波曬盾 發招全部吸收回來 那我們這邊還會再發一次覺醒技嘛 那只要再一次覺醒技的時候 就直接觸發波曬盾 秒全場 只剩一隻滑盾 根本沒有意義了齁 那這次呢 他的傷害呢 會來到2929 也是更加可怕 並且還有滿滿的盾齁 前面再打得多好也沒有用齁 只要波曬盾出場 然後他有發到招 有吸收到的話 其實 就很容易直接被翻盤 那他的話用的 波曬盾五行是木的齁 在這邊齁 觀察砸下去的時候 那個八卦症這剛好免疫掉了 也是可惜啦 那 關羽勒其實打諸葛亮 除非你有放布練死 不然基本上諸葛亮都是贏的齁 他有相對的優勢 存在著 波曬盾 直接一招秒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